放眼望緒寬闊鳳梨田 鳳梨果實 備受呵護邊緣呈現鋸齒狀的鳳梨葉 透過最新的技術能擺脫丟掉 掩埋命運 機器不斷輸出 略帶淺綠色纖維 細柔滑順 鳳梨葉放進自動化曲纖設備 有180度大轉變 能用在這裡 翻出衣服的洗標 穿上深的藍色T恤裡 有5%的成分是鳳梨葉纖維 工作的話 我自己手動的話 大概要3到5分鐘 一片葉子 那我們這台設備的話 你從淨料到出來30秒 南部的天氣很熱 它晾乾之後 就可以包裝作為仿殺線的原料 減少農業廢棄物 又減少了衣服原料的碳足跡 鳳梨葉纖維 當成帽子或襪子的原料 都有成品出現 同一套取纖設備 連香蕉甲金也能處理 取出來的纖維透著白色光澤 處理過的鳳梨葉或香蕉甲金 運用在紡織業中 日本企業台灣區代表特別安排參訪 未來台灣農產品不只能吃 原本的農業廢棄物翻轉加值 穿戴上身也可以 三立宣主持人傑 翁玉文 屏東報導